又大又圓 直径4.5公尺 重達122公斤的紅球降臨在 市定谷蹟風神廟接關停前 迄今模樣也成了打卡熱點 它很可愛 很大顆 跟它拍照很可愛 就放足足的這樣子 有時間的話 我可能會每天追一下 就有點中西 跟每次混合在一起的藝術 這個算是比較有歷史的一個東西 看到紅球民眾超開心 還表示會天天跑點打卡 紅球計畫睽違14年造訪台灣 選擇台南接關停當第一站 原因是這裡為200年前 接送官員的國家門面 今年10天也將會滾入 台南各大殖民景點 包括永樂市場 台南公園 念瓷亭 安平古堡等等 酒連校園也不放過 4月1號也將會現身在 國立成功大學 而紅球計畫發起人 波希克來到台南 除了策展 也對台南美食留下了好印象 台南燈會才剛結束 接連迎來紅球景點 不但讓民眾出遊多一個選擇 這股紅色旋風 勢必也將為台南觀光 殆盡人潮注入前朝 歡迎新聞陳妍衛 楊格西愛淳 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施設計畫 note 請問資訊 加坡市場 告市場 3月5月4日 好 製作為有約束 小鈴鐺 4月6日 04,4月3日 7月3日 正六年 10月4日 1月4日 9月4日 5日 9月6日